《少年白马醉春风》剧情已经过半,新的剧情中叶鼎芝在经过半年的修炼之后武功有了进步,准备去天启城抢亲,因为义文君就要嫁给景玉王萧若瑾,而这一切其实不过是泰安帝算计自己儿子的一个举动而已,却改变了叶鼎芝的一生,甚至改变了整个天下的格局,原因很简单,叶鼎芝这一次的抢亲最终以失败告终了。 和叶鼎芝抢亲的当然不止一个洛青阳,白里东君和司空长风也一起抢亲,白里东君是为了好兄弟叶鼎芝两肋插刀,也算是讲义气,但是司空长风则有一些忙了,他和叶鼎芝交情不深,没必要为了朋友的朋友如此才对,只是他还是出手了,和白里东君联手,只可惜最终被白里成风给拦了下来,若不是他被拦了下来,只怕被影踪的几位强者联手杀死。 至于叶鼎芝则大战狼牙王萧若峰,他毕竟还没有入逍遥天境,因此面对逍遥天境的萧若峰根本就没有胜算,更何况萧若峰是李长生的弟子,论实力还是非常强大的。 叶鼎芝失去了义文君,差点入魔,最后更是被天外天算计,天外天在义文君生下萧宇之后抢出义文君。 义文君和叶鼎芝在寒山寺之外度过了美好的几年,然而可惜的是生下无心之后,他又被骗回来了天启城,叶鼎芝因此黑化,修炼了虚念功,更是在后面吸干了岳峰城,实力暴涨,成为了魔教教主。 可以说,抢尽失败之后,故事就进入了下半场,这部剧也即将大结局了,不再是前期那种动人心魄的少年,意气风发,潇洒不羁,而是比较沉重的故事。 本期,我们就来聊一下这部剧最后的大结局中十个重要人物的结局,至于无相史,岳峰城这种,以及《北黎八公子》中后期归隐的我们就不提了。 一、二,叶鼎芝自闻已谢天下,义文君继续荣华富贵,叶鼎芝成为魔教教主之后,灭了几位天外天的尊使,加上无相史惨死,叶鼎芝成功地成为了魔教教主,更是一统天外天,率领魔教之人东征,杀向了天启,加上北蛮的配合,一路上几乎横推天下,杀入了天启城,杀到了泰安殿,一时之间整个天下血流成河,湿山血海也不为过,叶鼎芝因为入魔教教教主,一路上几乎横推天下,杀入了天启城,杀到了� 入魔,修炼训练功这样的邪功,所以并没有什么不忍 后来是百里东军出手,百里东军和叶鼎芝面对月封城的时候,被叶鼎芝吸干了修为,后来在蓬莱仙山领悟出了爵士神功垂天,海运,实力达到了半部神游玄境巅峰,可以短暂入神游玄境 而叶鼎芝因为杀入天启城之后,遇到了酌青和国师齐天臣,所以有损耗,加上本身入魔吃了亏,面对入神游玄境的百里东军,所以败了半招 后来百里东军带走了叶鼎芝,并且带着叶鼎芝去了寒山寺之外,他昔日和义文君相处数年,这一生他最幸福的地方,只是义文君被带出了皇宫 见到义文君之后,本来骆青阳准备安排叶鼎芝假死,然后和义文君一起归隐,只是叶鼎芝选择了自吻,而义文君回到了天启城,继续做他的宣妃,他并没有假死归隐 或者殉情,其实他这个时候可以逃走,却没有逃,对于自己的儿子叶安氏似乎一点也不在意,继续荣华富贵,此后的十二年,似乎就没有了叶安氏这个儿子一般 三、四、百里东军杀妻 月瑶为了月清惨死,百里东军最后的实力可以说是非常强大的,特别是领悟出垂天海运之后,算是神游玄境之下的第一人了,可以短暂入神游 加上击败了叶鼎芝这位魔教教主,真正的明动天下,虽然不如李长生等,可在明面上,这位已经是天下第一人了,毕竟李长生彼时已经去了北境 可是没想到的是,百里东军对导致叶鼎芝入魔的罪魁祸首之一的月清出手 而月瑶对自己的妹妹心中有愧,于是假扮月清,最终被百里东军措手杀死,月瑶惨死 百里东军对此心怀愧疚,因此心境受损,再无寸进,躲在雪月城终日饮酒 一心苦寻传说中的孟婆汤,就是为了能够再梦到月瑶,百里东军杀妻 也因此导致十几年未能踏入神游玄境,直到少年歌行中在蓬莱仙山中踏入神游玄境 五、六、李长生带着落水守护北境,身为百里东军和司空长风等人的师傅 曾经的天下第一人的李长生称得上是前妻的主角人物了 这位传奇的180多岁的寿命,还是令人十分神往的 而李长生后面,为了落水,谢去能够长生的大春宫,更是令人感动 虽然学习了司空长风红女人的话,但是可以看得出来,李长生很爱落水 而目前李长生带着落水游历江湖,当然还有落水的弟弟洛河 雪月城更是成为了百里东军和司空长风的地盘 后面李长生还收了李寒一,把他带回了雪月城 最后李长生收到了苏白一的信 于是前往北境去顶替自己的师傅守护北境 当然,他带上了落水 很多人担忧李长生会老死在北境 毕竟苏白一等人守了北境几百年 他放弃了长生,活不久了 这一点大家别担心 因为北境时间流速只有外界的十二分之一 也就是说外界再过七百二十年 他才可能会死 而这段时间说不准重新练成大春宫了 7、8 司空长风迎娶风姑娘 生下司空千落 司空长风从破庙中醒来 不知道自己的过往 说是失忆了也不为过 但是这位足够幸运 遇到了百里东军 遇到了李长生 成为李长生的弟子之后 更是实力突飞猛进 最后成为了枪先级别的存在 而他也没有辜负对风姑娘的承诺 真的有了保护他的能力 最后他娶了她 回到了雪月城 而且还生下了司空千落 只是可惜的是 风姑娘应该是难产而死 所以司空千落生下来 就没有娘亲 9、10、11 雷梦莎战死沙场 李新月结局惨死 李寒一成雪月成三成主 雷梦莎一家 也算是这部剧里面非常重要的人物了 雷梦莎身为北黎八公子中的老二 实力强大 有着远大的志向 还是先天化劳圣体 只可惜的是 这位被李长生早已预知了结局 最终他帮助狼牙王征战四方 守护北黎 可惜身为八大驻国大将军的银一军侯 最后却战死在了男爵的战场之中 他实力固然强大 却依旧无法在千军万马中活下来 而他的妻子李新月后面成为了天启四守护之一 狼牙王萧若峰因为酌青暗中谋算而惨死 而李新月为了救萧若峰而劫伐场 最后李新月被重伤 不久后病死 至于李寒一被李长生收为弟子 成为了雪月城的二城主 参与了劫伐场救李新月 后面在少年歌行中有着非常重的戏份 只可惜也是丧偶 十二 十三 泰安帝病死 浊青守黄灵 泰安帝算是整部剧中的反派之一 是他为了自己的私心灭了叶家 导致叶顶之悲惨的一生 包括赐婚易文君和萧若锦 就是他的手笔 然而这位老谋深算 甚至对于百里洛臣也是无比忌惮 不过最后 他还是没有能够如愿以偿 而且 他死前留下的两封龙峰卷轴 还成为他最宠爱的儿子惨死的根源 泰安帝死后按照规矩 浊青应该是去守黄灵的 但是这位并不甘心 而萧若峰在泰安帝死后 把龙峰卷轴给撕了 宣布萧若锦为皇位继承人 浊青这位五大奸 不管是谁做皇帝 都得去守皇陵 但是这位多年之后 却利用自己掌握的龙峰卷轴 搞事情不说 导致萧若峰惨死 而且 他更是暗中出手 废了萧若锦的儿子萧瑟 这也导致了萧瑟武功被废 十四 十五 萧若锦做皇帝 萧若峰城北离大都户 却惨死收场 萧若锦也就是少年歌行中的明德帝 萧瑟的父亲 这位其实是众多皇子中 最有心机的一个 比之萧若峰有心机的多 而萧若锦最后在泰安帝死后 在狼牙王萧若峰的帮助之下 率兵杀到了泰安殿 萧若峰取得了龙峰卷轴 看到上面传位给自己 他不愿意做皇帝 于是撕碎了卷轴 并且宣布皇位传给萧若锦 萧若锦这才得以登基为帝 一文君成了宣妃 至于萧若峰 本就无心于朝政 只是他被萧若锦峰 为了北离大都户 功高震主 更是有着无数的拥躬 天启似守护 更是对他忠心耿耿 但是可惜的是 这位由于另一份龙峰卷轴的出现 他为了天下安定 不得不选择自污 并且选择了死在萧若锦的手中 其实也是萧若锦有私心不想救他 否则萧若峰不必死 总而言之 最后的结局来看 整体主角们的结局 还是比较虐心的 相反的反派的结局 除了天外天这一群倒霉蛋之外 其他人的结局似乎都还是不错的 至于雪月城城观寡城 还是令人十分唏嘘的